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台南海伟廖大庙朝皇宫今年6年一科的齐安清教,结合艺术文化教育社群以文化建教为主题,于明晚举办台江跨年平安音乐会,同时也以彩绘台湾岸禅为主题,策展保镜护生守护台江家园平安灯会,欢迎大家参加。 日本李登辉之友会执委会委员长施景正方今天也特别造访海伟朝皇宫前往台江相放办音乐会现场,给台江少年武艺加油打气,同时由朝皇宫主委吴静迟陪同参观台江拓肯文县及大庙新学十年笔记展,对台江大庙新学推动在地文化教育工作,十分称赞。 吴静迟表示,台江跨年平安音乐会于明天周日晚上十点登场,一直到午夜十二点,特别邀请大庙新学,一村一庙一庙音乐团,国乐,萨克斯丰等在地乐手,以音乐似神开创文化建教,艺术相放办心风气。 他说,今天下午妙方一大道公寺室,前往曾文西西口放水灯,引领台江水患孤苦鲜明,一起来海伟教佛祖山接受普渡,欢迎市民在2017年最后一天来海伟参加文化建教普渡大典。 同时欣赏守护台江家园平安灯会,晚上聆听台江跨年平安音乐会,共同迎接平安的2018年,为守护台江家园祈福。